各位法師慈悲 各位學員 各位臉友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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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放掌 這一本《無條件的舊度》 是幾年前 我在臺灣大陸幾個地方所講的 把它繪整成一本 時候也有經過曾三修潤 現在我們要講下品下生 要先消世經文 所講的 未必 未必 這一本的內容 好 那想到大家 不一定 有時間 有機會 會去看這一本 所以就 利用現在這個機緣 大家一起來 把它 導讀 導讀是部分的這個文字 相關的內容 而已 那我們繼續再導讀幾段 請分開到二十頁 中間 廟法 阿彌陀佛救度的法門 有一句祭說 無上甚甚為廟法 這裡的廟法是指什麼法呢 就是指阿彌陀佛救度眾生的悲願與力量 觀經說阿彌陀佛有實力威德 觀明神力 無量壽經說 阿彌陀佛為神觀明最尊第一 諸佛觀明所不能及 阿彌陀佛經說 阿彌陀佛 觀明無量造十方果 無所障礙 觀經又說阿彌陀佛 觀明便造十方世界 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此等經文都在彰顯 阿彌陀佛有佛的實力威德 阿彌陀佛的威神觀明 變造十方世界 能夠毫無障礙的安慰 保護救度一切 念佛眾生 所以為他說阿彌陀佛慈悲救度的法門 叫做未說妙法 佛陀出現在這個世間 講經三百余會 開示八萬四千法門 目的是為了救度眾生 解除眾生的八萬四千頂障 八萬四千煩惱 而妙法就是能夠救度眾生的法門 如果不能救度眾生 不能使眾生成佛 就不是究竟的法門 而是方便的法門 這裡所說的妙法 就是阿彌陀佛慈悲救度的法門 因為唯有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 才能給他安慰 讓他離開當下的苦惱 離開什麼苦惱呢 他就要墮落地獄了 阿彌陀佛不但能讓他墮落地獄 還能讓他拖出三界六道輪迴 往生極樂快速成佛 這樣的法才堪稱妙法 進而言之 那麼阿彌陀佛這六支萬的活命 就是妙法 所以善知識為他說了 阿彌陀佛救度眾生的妙法之後 就要他戀佛 在這裡教令戀佛的這個戀佛 是指心中思維 阿彌陀佛救度的功德 以及意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每一尊佛都有他各自成佛的內涵和意義 名號也是一樣 善知識本來是教這個臨命中的極重惡人 在心中思維、意念阿彌陀佛救度的功德 可是經文接下來說 逼人苦逼不妨戀佛 不妨是無暇 沒時間來不及 不可能之意 這個即將臨終的五例十二的罪人 身心被種種苦所逼迫 慌亂恐怖至極 根本不能穩定專注 無法在心中思維、意念阿彌陀佛是怎樣的慈悲 有怎樣的功德 又是怎樣的救度 這些他都思維不來 甚至也不能穩定專注的在心中意念佛名 善導大師在觀經書閃善意中解釋說 罪人使苦來逼 無有得念佛名 善有告言 如若不能念彼佛 則應稱無量受佛 善知識看到這種情形 就換另一個方法說 你如果心中不能思維、意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就一口直接稱他的名號 善他的名號 與其善爹善兩 善哎呀可怕啊救命啊 不如善那麼阿彌陀佛 所以說應稱無量受佛 善導大師在觀經書閃善意中解釋說 善有之苦失戀 轉交口稱彌陀名號 如是自心令生不絕 聚足失戀稱 那麼阿彌陀佛 善知識另外教的這種方法 這個人就能做得到了 他就以至誠懇切的心 讓嘴巴發出的聲音 能夠相係不斷的聚足失戀 口稱 那麼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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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了十聲 十是代表圓滿的數字 並非一定要練滿十聲 多一聲多餘 少一聲不足 不是的 這段經文是顯示臨終才知道 練佛求生 只要練佛相續 彌陀佛便應聲來影 所以每一練每一練 每一練都在消除 生死輪迴之罪 練練都有滅 生死罪的功能 稱佛免故於練練中 除八十一節生死之罪 由於稱讚 那麼阿彌陀佛 萬得活命的緣故 每一練每一練都能消除他 曠節以來 三生四世所累積的種種罪業 這些原本會讓他永遠 在六道當中生死輪迴的罪業 在他每一練每一練的練佛生中 全部消除了 三導道士在觀念法文中解釋說 罪人得病欲死 欲善之事 教征彌陀佛便十生 於生生中除滅八十一節生死重罪 波作戰也說 生生連住滿十練 練練消除五逆障 趁練佛餅每一身每一身 都滅掉了八十一節生死重罪 練佛消夜遠勝誦經消夜 很多人喜歡誦經消夜障 誦經當然能消夜障 但是如果跟練佛相比 宋經消的夜障 就像營火蟲的光明一樣 練佛消的夜障 就像太陽的光明一樣 怎麼能比呢 觀經下禮上身的眾生 聞大聖十二部經典首題名字 代表宋經的法門 消除一千節集中入夜 然而下禮下身的眾生 練一身佛 滅掉八十一節生死之罪 從刑法的難易 與效果的勝烈而言 都無法相比 一則 宋經難 練佛意 二則 宋經滅罪 遠遠不如練佛 可說 聖經滅罪 練佛滅罪 聖 聖部地藏經 至少一個半小時 除一千節罪 就以一個半小時來練佛 約練六千生佛 滅四十八億節罪 這樣比起來 練佛滅罪功效 是宋 地藏經的八百四百八十億倍 這還只是講數量 其實不僅僅是數量 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了生死 宋經 除極重惡業 練佛除生死之罪 很顯然 宋經雖然也能除罪 但還不能了生死 練佛既能除生死罪 就自然了生死 以及能消生死輪迴的罪業 不在生死輪迴 而且決定可以往生西方其中世界 所以從消業障 了生死 往生靜主來講 宋經都不如練佛 持咒也不如練佛 沒有比得上練佛的 所以善導大師在觀經書 定善意中說 自於眾行雖明是善 若比練佛則全非比教也 命中之時 見金蓮花 猶如日輪 助其人前 他練了十句 那麽阿彌陀佛就斷氣了 斷氣了 斷氣的時候 他看到一朵金色大蓮花 非常明亮 好像金光閃閃的太陽一樣 要迎接他 善導大師在觀經書 閃上意中解釋說 年中正念 即有金花來應 不論何人何時何處何遠 只要煉佛佛即應生 佛即聞生修苦應生而現 如果臨終煉佛 就正好蒙佛來應 往生極樂 如一念請極得 往生極樂世界 在一刹那之間 就做著這朵金蓮花 往生的 往生到哪裡 往生到極樂世界 各位人友 真的不可思議 真的令人難以相信 一個一生當中 無惡不作無作不惡的 無力十二罪人 第一支火已經燃燒到了面前 因為善知識前來安慰 為他說彌陀的救度 在他僵斷氣的時候 教他稱練了十聲 南無阿彌陀佛 立刻佛演化紅蓮 他就做著這朵 蓮花 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太殊勝 太不可思議 太令人難以相信 可是 這是釋迦摩尼佛 親口所說的 而彌陀化身的善導道師 在《觀經書善那義》中 也解釋說 呼籲往生善之事 極勸專稱比佛餅 化佛菩薩尋生道 以戀清心入寶蓮 又在波周站說 放法燦體行十二 回心念佛罪皆處 又在法式站說 以佛願力 無逆十二罪滅得生 放法燦體回心皆亡 念佛感應錄 也收錄了很多 平常沒有戀佛 一生屠殺羈押 臨終時痛苦獻潛 而在臨友的祝戀當中 戀貌端正祥和 身體柔軟的 很神聖、莊嚴、往生的例子 異業戀和口業戀 在下禮下生這短短的經文當中 念佛的戀總共出現在五個地方 有六個戀字 這些都是關鍵的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 畏蘇妙法教令念佛 第二個地方是 彼人苦逼不妨念佛 第三個地方是 如若不能念彼佛則 應稱無量受佛 以上這三個念是屬於意義 也就是指心中思維 阿彌陀佛教徒的功德 心中意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所以這三個地方的戀 跟後面的三個戀字 雖然一樣 但是含義大有不同 第四個地方是 念生不嘴聚主實戀 第五個地方是 稱佛免故於戀戀中 除八十一節生死之罪 在這裡 聚主實戀的戀和戀戀中的戀 不是屬於意義 而是屬於口諦 是口中稱 拉摩阿彌陀佛的稱戀 不是異略思維 意念的意思的意念 這看經文是很明白的 經文說 如若不能念彼佛則 應稱無量受佛 稱無量受佛之前的念 是心中的意念 之後的念 就是口中的稱戀 雖然都是同一個戀 但卻有心中意戀 與口中稱戀 兩種不同的內涵 之所以這樣詳細的分別 這個念字 是因為觀經下品下生 標局 口諦的稱名 念佛 是有其很深的內涵的 對淨土中來講 更有其根本的意義 可是一般人大都是 依文解義 依語不依義 沒有去探討 經文背後深廣的內容 結果對天佛人 有密切關係的殊聖教理 就被遺漏了 這豈不是很可惜 我們先就導讀到這裡 接下來看這個笑品笑聲的啟示 這個啟示有十九段 這十九段其實也是從這一本 無條件的舊度裡面抓出來的 希望大家對這本無條件的舊度 利用時間把它看一遍 會讓大家對淨土中真正的教理 有正確的認識 同時也會對往生極樂世界 會有決定性的把握 同時會出自內心的主動的 歡喜的戀佛 不過覺得戀佛很勉強 或戀佛很枯燥 第一點 顯惡人戀佛尚舊 何況善人戀佛 取惡色善 下壁下身的經文 所顯示的 有好幾個內涵 第一個 顯示惡人戀佛 都能夠蒙受 迷妥 不嫌棄 不拒絕的 救度 何況是 我們在座的善人 對不對 這個叫做舉惡色善 也就是說 釋迦摩尼佛 在觀經的地方 舉出一個惡人的往生 來包含善人 更必定往生 所以這個色呢 就包含了意識 包含了意識 第二點 顯示 臨終戀佛 善舊 何況平生戀佛 舉臨終色平生 這個下壁下身的人 一輩子沒有遇到佛法 沒有像我們遇到佛法 能夠行善基德 隨後就醒來屌脫生死 他們也沒有遇到一般的善法 去說好話做好事 存好心 去行這個人倫道德 所謂這個三綱物常 四維八德 這一些也沒有 他所遇到的環境 就是一種不好的環境 遇到的人 都是一些 一些流亡啦 或者是詐騙集團的啦 所以一輩子呢 就造惡多端 那麼這種人 是到臨終的時候 要死啦 地獄之火燃燒而來啦 或者是地獄的景象 冤家債主來討債了 那個時候在恐懼之下 經過助練的人 連有的開導啦 助練啦 他呢 也能夠蒙受阿彌陀佛的救度 那何況呢 我們 不是臨終才開始念佛 我們在平生 年紀輕輕的現在 就已經在開始念佛了 那麼他都能夠往生 何況我們 平生念佛的人 不能夠往生呢 對不對 那再來 顯示 臨終少練善舊 何況平生多練 取少舍多 顯示這個臨命中的人 他不是一輩子念佛 他一輩子從來沒有念佛的 甚至呢 他也沒有吃素歸一 沒有進入寺廟去 合掌拜個佛頂個禮 也沒有聽經文法都沒有的 只是到了臨終才練佛 而且他才練幾句 練十句 那練十句 那練十句是因為 他剛好有練十句的時間 那假設他沒有練十句的時間 他練了五句 乃至練一句 或者是那個時候 他的嘴巴已經僵硬了 在心中練 也同樣 這樣的話 他也能夠往生 年中 才練少少的幾句就能夠往生 何況我們平生 平生 你看 從一開始到現在 大家已經練了多少佛 那他都能夠往生 何況我們不能往生呢 這個呢 就是 所謂的三色 三種包含 以惡忍來包含善忍 以臨終來包含平生 以少練來包含多練 也就是說 阿彌陀佛救度眾生的標準 從哪裡算起 是從惡忍 從臨終 從少練 如果阿彌陀佛救度的標準 不是這樣的標準的話 我們有把握能往生嗎 不能 阿彌陀佛的標準如果是善人 誰敢把握說 我是一個善人 善 善 有四句分別 善多惡少 善少惡多 或純善 或純惡 就這四句分別 純善 舉天之下沒有一個是純善的 所以他是阿羅漢 善多惡少 那麼善多惡少跟惡多善少當中 我們是屬於哪一類 惡多善少 那如果是下品生的話 他是純惡 純惡 為什麼說我們惡多善少 為什麼說我們惡多善少呢 因為有貪嗔吃的話 再怎麼樣行善基德 都是有肉之善 都是有微有肉的 都是虛假的 不是清淨的 所以不是真正的善 善 所以 如果阿彌陀佛以善為標準 我們都不能往生 阿彌陀佛如果以戒為標準 所以五戒 不用 一戒就好 那往生的人少 不能往生的人多 那阿彌陀佛如果以平生念佛 才能往生 臨終念佛不能往生 以平生念佛為標準的話 那到底以幾歲 什麼時候開始為標準 再來 如果阿彌陀佛說 出家才能夠往生 那到底出家多還是在家多 阿彌陀佛如果說 你要練這個百萬遍 或千萬遍才能往生 那往生的人就少 不能往生的人就多 那這樣的話 顯示阿彌陀佛是有慈悲還是沒慈悲 佛是有慈悲的 但這樣的話 顯示慈悲是小慈小悲 不算大慈大悲 如果能夠大道 如果能夠大道 連二人也能往生 連年終念佛也能往生 連年終才念幾句 乃至一念 也能夠往生 才顯示出這一尊佛 真的是大慈大悲 大願大立 是大平等 阿彌陀佛就是這樣的一尊佛 所以從這裡來講的話 阿彌陀佛的救度 它的標準在哪裡 它是有標準還是沒有標準 等於是沒有標準 所以無條件的救度 我們剛剛在導讀的當中 有練到《觀如亮壽經》的一句經文說 佛心者大慈悲是 以無緣此色諸眾生 這一句 這一句是真理 宇宙人生的真理在哪裡 是什麼 就在這一句當中 真理就是佛心 佛心就是真理 那佛心的定義是什麼呢 是大慈悲 大慈悲 大慈悲就是無限的愛心 它大到平等的 不講任何條件的 沒有任何區別的 不分善惡或親疏好壞的 這樣才是大慈悲 那大慈悲所展現出來的 是什麼呢 就是無緣 無緣 就是無緣 就是不講條件的 緣就是條件 不講條件的 不講條件的 不講任何關係的 不講任何關係的 這叫做無緣 以無緣此以 不講條件的愛 來救度眾生 那不講條件的 那不講條件的 那不講條件的話呢 等於所有的眾生 都能夠被救度 這樣的愛 才是無緣此 不然呢 就像凡夫一樣 對自己的兒女 會愛 甚至呢 以自己的生命 來替代兒女 可是對別人的兒女 會這樣嗎 就不會了 那麼佛呢 是把眾生看成他自己 眾生的苦 就是他的苦 眾生的樂 就是他的樂 所謂眾生苦惱 我苦惱 眾生暗樂 我暗樂 那麼我們的苦惱 等就他的苦惱 就佛的苦惱 因為 阿密特爾把我們看成他 身體的一部分嘛 佛看眾生 是自他一體的啊 譬如 手 腳 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 手被刺刺到了 那我們呢 就會很痛 要趕快把刺拔掉 要去療傷 那我們是阿密特爾的手 阿密特爾的腳 現在呢 我們被煩惱的刺 所擦 無比的痛苦 而且會潰爛 將來會墮落 三二道 六道輪迴 永難脫離 那麼 這個在誰的身上 在阿密特爾的身上 所以我們沒辦法 排除 那麼阿密特爾 他有辦法嘛 他絕對有辦法 所以 淨土法門 要先從 瞭解阿密特爾是怎麼樣遵佛 開始 只要能夠瞭解阿密特爾是怎麼樣遵佛的話 他自然呢 就會進入淨土中 就會專修淨土法門 那麼 他呢 從今之後 就不再是淨土的完膚 已經是極度世界的聖眾之一 釋迦摩尼佛 死亡諸佛 對他就安慰了 曉得他 不會再生死輪迴 不會再再醉照夜 不會再受無窮盡的痛苦 我們都曉得觀世音菩薩 關世音菩薩 關世音菩薩 關世音菩薩最盼望於我們的 是希望我們 練我往生極樂世界 否則的話 關世音菩薩就非常的忙 那這一輩子 救了我們的災難 下輩子還有 而且呢 最重的災難就是生死輪迴 那生死輪迴一旦解脫的話 所有的災難就沒有了 所以真正的消災免難 就消除輪迴的災難 如果輪迴的災難的消除呢 包括世音菩薩當中 只有念佛的法門 是最容易的 也是最殊勝的 所以第四點 顯示以二人臨終實戀 來包含善人平生多戀的人 更能夠往生 第五點 顯臨終註戀善救 何況平生自戀 臨終被人家註戀 他也能夠往生 何況我們平生現在開始 就自己煉佛 自己煉佛 更能夠往生 所以我們這一個法門是 不用助戀的法門 不用助戀的法門 助戀是指他平常沒有煉佛 或者是雖然煉佛 但是不了解迷途的舊度 因此呢 他煉佛之中 心是忐忑不安的 認為自己的功德不夠 功德不夠 或者是呢 雖然煉佛 但心不能達到清淨 所謂功夫成本 夢夢一如 如果這樣的話呢 必須要人家主戀 那如果說我們這個法門 小到 是阿彌陀佛的舊度 無關於我們煉佛人 心清淨不清淨 也無關於我們煉佛人 累積其他的功德 夠與不夠 都不是 功德沒有比這一句名號更廣大的 那麼 心再怎麼樣不清淨 也不能障礙 迷途舊度的光明 迷途的光明是無礙的 小得這一點的煉佛人呢 他就會很安心的 躺在迷途的懷抱中 就只管煉佛 所以我們這一個法門 就是 不懷疑迷途的舊度 然後呢 不間斷 不夾雜的 專一稱念這一句迷途名號 那麼第六點 顯示臨終煉佛 素善生 何況 平生 煉佛呢 我的人會誤解 他之所以臨終 被註戀也能往生 是因為他過去素的善根 那以我們的話 我們 或許沒有他的善根 那沒有他的善根 恐怕現在開始電腦 都不一定 能夠像他一樣的 能夠往生啊 這一點呢 是一種 錯誤的理解 請大家呢 翻開這一本 五條天就度 一百二十三頁 第十七點 顯臨終煉佛 素善生 何況平生煉佛 一般人有一種錯誤的觀念 認為這個五逆十二的人 臨終能遇到善知識 只煉十生 那麼阿彌陀佛 就脫離地獄之苦 乃至脫離勇士的輪迴 獲得往生成佛 是因為他素善身後 我們現在煉佛 恐怕素善不如他 所以他能往生 我們不一定能往生 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大家想想看 這個人臨終才遇到這個法門 他往生了 如果說他素善身 那我們現在就遇到了 整會是素善前呢 他平生做惡多端 而我們現在就已經學佛念佛 已經學遠學憤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了 說他素善身 而我們素善前 這是不合邏輯的 這樣的見解就是惡見 不是正知正見 有一句話說 惡見防解脫 不正確的見解 會妨礙一個人解脫生死輪迴 所以觀念正確與否 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 政府中必須建立 政府中必須建立 全正的政府中之見 才不會被忍或亂 甚而退轉 改變信仰 喪失 往生成佛的大力 專言經說 若不忘息修福費 於此正法不能聞 以曾供樣諸如來 事故如等聞思義 大經說 曾更見世尊 則能信此事 千敬聞奉行 踴躍大歡喜 教伴必懈戴 然你信此法 素是見諸佛 要聽如是教 文法能不忘 見敬得大慶 則我善親友 事故當發義 其有德文 比佛名號 歡喜勇躍乃至於戀 當之此人 為德大力 則是句子 無上公道 若有眾生 聞此經者 於無上道 終不退轉 善導道師說 若忍聞說 淨土法門 聞其悲喜交流 深茫為術者 當之此人 過去已曾修洗此法 經得重吻 其生歡喜 以上法語 顯示平生 遇到淨土法門 信受歡喜 念念相續 無有退轉 我以淨土為起的殿佛人 才是真正素善 素是善根深厚的人 才是真正具足 福德智慧的人 才是真正獲得 大力無上功德的人 這一段 接下來第七點 顯稱靈能使 必墮地獄之人 不墮地獄 使不能往生之人 一生极樂 這個必對地獄的人 如果沒有稱靈的話 他一定會墮落地獄 那由於他稱靈念佛 所以他必對地獄的人 結果就不用墮落地獄了 那假使一個一般的人 他假使不會墮落地獄 可是他如果沒有煉佛的話 還是照樣輪迴 也不能往生極樂世界 這就顯示這一句名號 所謂活眼畫紅臉 所謂變鐵成金 臨終可以說是束手無策的時候 臨終一刹那之間 就要面對下輩子 那個時候呢 說要誦經拜禅 參禅打坐 或者要去行善基德 都來不及了 可是呢 只要煉佛 此必墮地獄的人 結果不用墮落地獄 所以不能往生的人 也能夠往生極樂世界 顯示戀佛 容易又殊勝 顯示明號的功德 真的是不可思議 我們常常講 哎呀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這四個字 其實 所講的那一些 都不是什麼不可思議 真的不可思議是 使必墮地獄的人 不墮地獄 使不能夠往生的人 能夠往生 這個才是真正的 不可思議 否則的話 就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了 各位聯友對不對 對 本來是垃圾 垃圾能夠變黃金 變不可能 沒可能 沒可能 本來是 罪人 惡人 現在成為善人 不只善人 成為佛 成為菩薩 這種呢 才是 不可思議 所以法照大師 有一句話說 能令瓦力變成金 能夠使瓦力 瓦力就是垃圾 要丟掉的 不肯使用的 不能用的 變成金 不但變成可以使用的 而且是變成最為貴重的 瓦力就是表示凡夫 不管是三二道的眾生 人道的眾生 還是天界的天人 只要是沒有脫離三界六道輪迴 都是瓦力 都是瓦片 都是垃圾 都不是超反入勝的 那只有念佛 當下不但超反入勝 而且呢 必定成佛 所以說 能令瓦力變成金 古代有說 仙人能夠點鐵成金 點鐵成金 這個也不容易 那麼我們這個法門呢 就是點鐵成金的法門 所謂智力一言 轉反成聖 轉反成聖 金丹一粒 變鐵成金 仙丹一粒變鐵成金 就是指我們這個法門 如果不是我們這個法門的話 就沒有所謂智力一言 轉反成聖的 在一句話當中 一句語言之下 能夠轉反成聖 轉變罪惡的凡夫 成為大慈大悲的佛 就只有這一句 那麽阿彌陀佛 那麼我們這一節就講到這裡 那麽阿彌陀佛 阿彪…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